請幾個建議 主席 請幾個建議 事實上 嵐車的建設 它在 在某些程度是有影響的 我想我們正大服務 我們學校就一個貓籃 所以事實上 他也曾經過有這個振奉期 那 我想我就幾個方面提供幾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 在交通分析方面 就是 事實上嵐車的建設 它或許有幫助於我們把一些 這個運量的轉移 那在報告書裡面大概有一些計算 但是我想這些運距的輸轉 有一些可能不是那麼確定性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要有一些情境上的推估 那在不同的情境上面做一些推估 讓我們知道說 那可能的這個影響或是幫助是怎麼樣 剛剛那個會委員提到就是說 你該有 你一個開發新聞 該有造成的注意 就是有它的這個幫助 我們可以給你支持 但是重要的是要把這個相關的影響解決 所以 相當分析的部分呢 我想應該進一步處理 那第二個就是在那個 其實在景觀的模擬上面 那你剛才 我覺得那個 那個招數實在是不太高明 就是裝法葉框 把人家遮住 那你為什麼不把法葉框裝在纜車上 對不對 那你不要看出去就好了 對不對 我這也是一個思考 就是說 或許你的那個纜車到那個 某一個階段 它那個是可以自動調整的那種 就只看螢幕或是怎麼樣 或許那也是一種守護者 那我覺得那個模擬喔 其實剛才有提到 有些科技是可以處理 像以前我在海北縣有一個審查案 就是它是在淡水附近 淡水附近 那因為它那個高度太高 會影響到後面頭毛層 或是真理在裡面的視覺 所以開始呢 我們就做了一個很笨的方法 就是放氣球 把氣球放到那個高度 然後看看它在那裡造成的影響是怎麼樣 那紀律部在跟周邊的居民的過程 我覺得那個那個 因為你現在給的這些資訊不足 那民眾會有很多的意義 說不定那個氣球放到那邊 或者是你後面掛了一些BAN 或什麼之類 可以讓大家了解說 那個造成的影響是怎麼樣 紀律部再去溝通 就是不要只是用想像 然後大家都會把它這個 雕魔化 或者是把它這個 往快的方向想 其實有些東西 真的它會造成影響可以紀律部去考量 那現在有很多的科技 例如說那個無人載具 可以讓它飛一趟 那其實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 我們的系上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測量的老師 那我們現在引進一種無人載具的測量 它就可以飛到50公尺 100公尺去放下照 那那個當初在幾年前 開始引進的時候是德國先有的技術 那引進台灣說那個很貴 那我們許多都買不起 那第一個跟他們買的是誰 是那個 某一個水果雜誌 因為它那個飛上去 飛到某一個高度就可以拍到 人家的家裡面 那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攬車當然它是 如果真的要被偷拍或被偷看 現在很多科技都很容易的 那或許那個用那樣的科技去走一趟 那也可以幫我們有注意了解 它到底 在那個高度上面運行的藍車 它會看到什麼 那會造成哪些的衝擊 我覺得那個也可以考慮看看 那跟交通面的有一個就是說 在疏解這個排隊人潮的方式上面 或許特別是三下站 或許可以 不一定把人都在這個三下站的周邊 你也可以在別的地方排隊 然後用接駁的方式過來 那不要造成這個站周邊 就很擠擠在那邊 因為我們貓懶的經驗就是 那個其實已經都擠到不行了 那一開始熱潮的時候 現在是不會了 那如果希望能夠有先想到這個就是說 甚至可能會有很多的人潮的情形之下 你做一些守入選擇 那另外一個就是 剛給大家說 談到那個塔柱的安全 那我覺得 相關的有認證的單位 應該出來做庫 就是說 或許 或許開發單位提的東西 他只是自己想這樣 那我覺得 該有的認證單位 例如說 該是專業的議事同位公會 或是議事公會 或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應該確認這個塔柱的安全 那 官兵會可能在這方面的這個專業 可能 因為這是民眾的餘慮啦 那我們的專業 可能不是那麼的完整 或許可以有專業的單位出來 做個認證 望下 是不是可行 那個才可以有一個 具體的一個結論 那另外一個小提醒就是說 如果在未來施工的時候 那個期程應該做一個安排 如果可能通過的話 那個 例如說工程期間 不應該再 可能會造成大地災害 例如說台風的 台風紀解或雨季啦 那 到底能不能開發 大家可以一起講 謝謝